主播新世代台中大位 来欢迎观众朋友收看今天的节目 我是主持人吴怡婷 政府的单位呢非常的多 但是跟民众最息息相关的 那当然就是民政局了 第一呢像是情侣要变成夫妻 就要到护证所来做结婚登记 小baby出生了 当然也是到护证所来报户口 那再来呢就是男孩子长大了要当兵 兵役的相关业务呢 也是由民政局来负责 今天非常高兴邀请到台中市民政局局长 蔡世英蔡局长 来到节目中跟我们聊聊 台中市民政局最近有哪些重点业务要推行 需要民众来打力支持的 局长好 怡婷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台中市政府民政局长蔡世英 是这个民政局的业务非常的多 那我们会说呢民政局跟民众的生活最贴近呢 当然就是因为从出生到人生的尽头 几乎可以说是每一个阶段都会跟民政局有关系 那下周请局长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我们民政局有哪些业务呢 各位观众朋友 民政局的业务主要是我们的所有的这个区公所 那就是民政局主要的督导的业务那还有我们的 护政事务所从出生然后结婚 到这个人生最后走的一条路 这护政事务所都在办理 然后再来就是我们的宗教 不管你是信这个哪一个宗教 你是念黑米豆腐 然后阿门还是阿拉这个都是我们的业务的范围 那再来就是我们的这个兵役 所有的孩子要做兵的也是民政局的主要业务 那当然最后一项就是人生要做的最后一条路 也是民政局 那我还有两个相关的业务也是我们民政局所属的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选举也是民政局 那还有我们的这一个护惠的这个联络召集人也是民政局 护惠就是这个市议会跟市政府 这个就护惠 这部分也是民政局在负责 不过刚刚局长好像有 应该不算漏掉 因为那个这个叫做护政门牌枕边 这应该算在哪个 那个是在护政事务所里面的 所以就是在这里面 台中市因为一路多迷还有一迷多路的问题 所以市府持续在进行道路枕边工作 那这道路枕边工作也进行了很多年 民众都很关心这个进度到底怎么样呢 局长最近有什么道路在进行枕边工作 进度如何呢 因为我们目前来讲的话 其实台中市的路说实在还蛮复杂的 那这个网路上也有一篇这个文章 他写的是非常好 那个也不是旧文 就是现实的这个状况 那我可以这样讲说 我们其实目前在枕边的 有三条主要的大路 就是我们的山峰路 还有我们的这个甲后路 还有东关路 这三条路 不过到现在都已经定案了 而且都在执行当中 虽然有一些民众 对我们的枕边上 有一点这个意见 但是我们也努力的去说明 跟这个市民来做充分的说明 那我就以台中的这个道路 有人会说这个向上路 那向上路以南有个向上南路 向上路以北有个向上北路 那这个其实这个方法有一点 像我们的市府路 那市府路 市政府又不是在市府路上 那市府的南边 叫市镇南路 市镇路这个南边叫市镇南路 北边叫市镇北路 所以才有北路 北俄路 北山北四 北五到北极路 是这样来的 那还有一些其实是 我们还是要积极去做的 我举个这个例子 大家就可以 你看这个台湾大道上 分成两边 你看东兴路跟汉口路 然后京城路跟太原路 中明南路跟中明路 其实这个都可以接受 中明南路跟中明路 那接下来是美春路跟建行路 其实很多人到这边说 往北往南路是不一样的 那还有不是只有这几条 比如说这个靠近 这个高速公路的安和路跟中永路 然后光明路跟黎明路 其实这个在台湾大道上的 这个两个不同 往北往南路都不一样 那当时在重化的时候 其实我也没有去 特别去了解 但是你现在要在改每一个路名 影响的范围都超过几万户 而且换的人 可以说是好几万人 所以就相信的困难度就非常的高 你要说明到每一个人 其实我们护政事务所的同仁 就要非常非常的用心 你看这个就是南北路完全都不一样 我再给你看一个 这个也是非常经典 从这个路就你从进化路 然后到进化北路 然后中明路再来叫中明南路 那中明南路一直下来变成大字路 然后大字路又跟进化路又连结 变成这一条道路 如果把它这样算起来 就有六个名字 没错 就一条路而已 然后六个名字的话 它跨七个区域 就是有七个区域 是需要做这样的枕边的 那因为它所住的人口都已经集中了 所以你要去改这条路名 光是说明跟到位 其实都要花很多的心力去做 所以我们在想说 一下子全部都要改 其实有相形的这个困难点 所以我们希望每年分几条 像我今年就先主要道路这三条 就东关路 甲后路 还有这一个山峰路 那接下来我们就会再跟 这个户所的这个同仁研究 那主要是说有很多的市民 都会打电话来问说 有什么找不到这条路 然后这个其实我们 有些抱怨很多的 我们其实会优先来做这样的处理 但是我们在改入民的时候 我们希望充分的去沟通 还有给市民去了解 那有一个好处是 现在都用电脑系统 那电脑系统的话 有一些是可以透过 这个电脑系统来把它做完成的 比如说我们的这个水公司 还是这个监理所 像有线电视台 这些还是台电 我们可以发个文说 我们这条路整个整边以后 整个道路的这个户名 全部都改了 是不是你这个 这个里面的这个系统 就转一下以后 这个就可以全部都把它改 以后你记了柱子 就可以完全用新的柱子来记了 所以你不用因为改这条道路名 你还要去跑这个自来水公司 跑这个台电 跑很多的这个公家当 其实都不用 包括税捐处 我们都会帮你处理了 有一个你自己要跑 就是银行 因为银行有牵扯到你私人的财务 需要你自己去跑才不会出问题 所以我有一张这个表格 简单的也跟大家来做这个报告 像这个部分就像有这样自来水 天然气中华电信监理所 邮局还是警察分局 消防局地方税务局 国税局劳保局健保局地震事务所 还是驱公所等相关的单位 我们都会来来来来做这个通知 所以各位这个有改入民的人不用烦恼 我们都会主动来通知 而且我们还可以到这个里去办这个身份证 现在还有身份证 那有一些视频说 我身份证如果没换 可以吗 其实身份证没有换 一样当然是有效 还是有效 地址没有换没有关系 对 还是有效 那你有时间的时候你再换 我们都OK 刚刚局长说的就是一个贴心的服务 就是门牌整边的这个浩大的工程 由护证所这边来烦恼 然后门牌整边结束之后 地址一定会换 那换了之后有很多地方 像刚刚局长提到的 第一个就是身份证得换 一些证件的部分 再来就是水费 电费这些东西 但是民众都不用担心 护证所都把我们想到了 只要跑一趟护证所 就可以把这些单据的地址 一次做更改 因为有11个 我有算过有11个系统 然后有70几个机关 我都可以同时发文给他们 然后来做一次统一的修改 真的是很棒很贴心 果然是跟民众息息相关 一定要很大心的对不对 对对对 不用管你这样走啦 然后在一开始我们提到的 这个结婚是人的终身大事 对不对 所以结婚情势其实蛮多的 很多人因为宗教关系 或者是他觉得婚姻是神圣的 喜欢到教堂来办婚礼 那也有人很喜欢热闹 那就选择流水席啦 或者是户外庭园式的地方 来办婚礼 不过呢 其实还有一种我觉得 怡婷自己觉得非常热闹 而且很有创意的 那就是联合婚礼 对 台中市也常常在办联合婚礼 对我们 我们这一个 就是今年也办一场的联合婚礼 而且报名非常的踊跃 现在都已经额满了 那我第一个感谢大家要结婚啦 因为代代相传还是非常的重要 时尚的这个年轻人 好像都会怕这个结婚啦 经济压力 其实来台中市 我们有很多的福利啦 比如像我们托育一条龙 我们社会局长一直在强调他 说是满贯的 这个十大金牌的 全台湾最好的社会福利 就是在台中啦 所以我们有一轮串的 这一个福利 来照顾这个小孩子 那我们预计在10月29号 在草屋道会举行一个联合婚礼 在下午的3点到5点 那我们会非常隆重 会邀请到市长来作证婚 那也希望透过这样的点燃 所有的这一个台中市市的市民 或全国的这一个年轻人 因为我们的护证书所 我发现很欠小孩来报到 所以希望大家 鼓励大家多多的结婚 对 OK 不过这个联合婚礼 其实我知道 就像刚刚主要讲到的 每一次台中市办联合婚礼 其实都是很快就爆满了 是啊 大家这么喜欢联合婚礼 是不是有一些元素在里头 当然我们会有送一些 比如说像电子锅 或是招待他们去住个几天的抽奖 那这次我们增加了韩国 跟香港的来回机票的抽奖 哇塞 就是来参加联合婚礼 就有机会抽到韩国 香港旅游 可以去度蜜月 对 那最重要是还是鼓励性子 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年轻朋友 能够结婚生子还是一个任务 对 今年有主题吗 今年主题以花博为主题 为主题 对 叫花线真爱 对 跟这个2018的花博 已经先搭上线了 我们开始整个局处 一起为花博来打拼 我们想的希望花博发现真爱 我听起来还是蛮有意识的 对啊 这个衣经听起来就很美 是啊 就会让人觉得很浪漫 或者想要有结婚的冲动 你结婚了吗 还没 那你要赶快来报名 对 说不定我们在10月29号的时候 可以一起到草务道 去观摩一下 我们这个联合婚礼的一个盛况 对 看看能不能促进大家有一个 想要有冲动的结婚的冲动 这样子 当然啦 希望年轻人应该冲动 应该要赶快冲动 就是结婚 是 好的 那除了这个结婚的联合婚礼 然后还有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 门牌整编的一个业务工作之外 刚刚局长还有提到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地方自治 也是跟我们民政局这边 是非常重要的项业务 那相关的一个业务讯息呢 我们先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